好 考不上公职 考不上学校都是令人沮丧的 但这名落榜的学生他求助于立委高金素梅 他说呢 为什么落榜呢 他想要陈情 而高金素梅就命令台大要说明了 他在助理怎么这么做呢 是不是官位太大了 连线记者林家元告诉我们立院的最新说法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带你来看看一个立委的权限到底有多大哦 有一名民众呢 因为没有考上台大 结果呢 他不满说没有考上台大 结果向高金素梅的办公室来陈情 结果呢 高金素梅办公室竟然就找了教育部 还有呢 台大的教授来到他办公室报告 一起来听听看 他怎么说 至于这位投书者 我觉得他的官位也蛮大的 我每次投书报社哦 你们都不可能帮我投出来 帮我写出来 那这位所谓的不具名的投书者呢 可以居然可以变成一个大头版 我也非常的讶异 我想今天到底有没有 高金素梅引发了争议 那但他表示说 这个投书的人呢 才是一个官微非常大的状况 他表示说 这其实是一个选民服务 只是他的助理来帮忙处理的 他其实并不知情 不过呢 这样的说法呢 也引发了很多的一个揣测 像是呢 曾经担任过台大教授的 内政部长李鸿源怎么回应 一起来听听看 那假如实在不得已找 其他的救济途径 我觉得还是有他一定的办法啦 我觉得大家照游戏规则的玩法 这并且总是选民服务 你觉得强 这不太 我觉得应该不适合了 所以 学生没有考上呢 就把官员找来立法院 称作选民服务 但是呢 你可以听到呢 李鸿源表示说 其实非常不妥 立法院最近新主播 好 感谢家元看到了 胜利医院最新的这个状况 冗兰 憲 我看来 那